接着我们要把它apply回来我们的这个box 首先我们把projection先刷掉 保留原来的lowpoly就好了 当然我们的hypoly这时候已经可以 我们把hypoly选到 然后把它隐藏起来 因为目前其实已经用到这个hypoly了 那么首先我们到我们的material editor里面去做材质的设定 如何把我们刚刚render好的backout的normal map把它读回来 那么首先我们要选择这个map slot 然后到这个bomb的地方呢 我们选择这个num的地方 然后normalmap normalbomb 然后normalbomb的第一个我们选择bmap 然后去找刚刚那张图 好我们读到刚刚的这张图进来 然后这个材质呢 我们回到上层好了 回到材质最上层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材质apply上去 然后选择display 那前提是我的硬体呢 有支援这个shading 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power display with map 直接把它打开 然后另外是在 lighting and shadow的地方呢 我们用enable highway的设定 好那么还有一个部分是 我们可以考量 不要选择这个skylight 我们另外是产生一个 比较简单的 譬如说是 on light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 目前呢 我的灯光 的移动 会改变我的贴图上面的光影 当然我们还可以在 像lighting的这个shadow 也可以打开 那么可能 会有更多的层次 出现 ok 但事实上我的model 是所谓的 low poly的box 好 这个是透过render 得到的结果 那么 以上就是如何利用 一个normal map 在低阶的模型上面 产生高阶的一个 效果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我们的 show material 这个standard display 关掉 你可以发现它基本上 还是一个 一般的model 并没有这些细节在上面